长者遭到诈骗事件时有所闻 而日前在泰玛里地区就有一位长期独居的长辈 表示他接听到两个儿子来电话 说因为疫情没有收入没有办法缴学费 请这个老人家赶快会9万多块钱给他 因为他很心急所以没有查证就要到邮局去汇款 所幸遇见了机警的邮局行员也立刻通报了 派出所的远警前来协助 二组了这场骗局 远警劝阻老夫人不要乱汇款 这是发生在泰玛里地区一位长期独居的长者 日前接听到大儿子与小儿子来电 告知因疫情期间没有收入无法缴交学费 请老夫人分别汇款两笔新台币9万6千7百元 致不同账户 老夫因心急未查证就前往邮局汇款 所幸遇见机警的邮局行员 在处理老夫第一笔汇款时 发现该账户已被列为警示账户 立即通报经伦派出所远警前来协助处理 在远警与行员劝说下老夫人才打消费款念头 恶阳阻这场骗局 额道分局也呼吁民众诈骗手法日益翻新 民众若接户到自称亲朋好友 想要借钱或是提供账户 请遵循冷静思绪 查证虚实 报警处理 防诈骗三步骤 防度所有诈骗犯罪 保护自己的财产 就讲解太马里想不到